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建国初期 我国军警武器的垮石杂多 缴获的武器来自不同国家 使用的弹药口径也无法统一 加之枪械和弹药老化 而我国又没有对应的工厂生产线 这对当时奋斗在治安一线的公安干警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苏联TT33手枪 中国54式手枪的仿制对象 于是自行生产警用手枪和弹药便破在眉睫 按照惯例 自然是要先仿制苏职TT33和德制PPK练练手了 德国PPK手枪 中国52式手枪仿制对象 但是54式大飞星虽威力强悍 但无法满足警用对隐蔽携带的要求 而较为小巧的52式又做工十分粗糙 曾有民警在草丛蹲守一天之后 拔枪一看 什么 生锈了 直到1964年的时候才苦尽甘来 推出了第一款自主研制的自动手枪 64式被一线民警钦泻地称为小杂炮 以后抓人再也不怕了 64式手枪采用自由枪击式原理 惯性闭锁 可单 双重发射 而这种可以单手完成上弹激发动作的设计 对于隐蔽作战的民警而言大有用处 除此之外 64式的抽壳勾间距退壳和空仓挂机的功能 且弹匣上有一个侧齿 在空仓挂机后插入新弹匣 便可直接直接解脱空仓挂机 64式具备十分完善保险机构 除手动保险外还具有跌落保险 机针保险 不到位保险等多重安全保障 加之设计了弹糖有弹指示针等等方面 都可以看出 设计师对敌长子的用心之深 64式手枪和7.62x17mm手枪弹 除此之外 64式手枪在谋划之初 还另外设计了一种新型7.62星17毫米手枪弹 虽改进自7.65毫米的波浪明弹 却与其无法通用 在上世纪90年代 围捕暴力犯罪团伙投没魏震海的行动中 就因此上演过戏剧性的一幕 当时一位干警被魏震海用一支M1910手枪顶住头 不 却在开枪时压火 导致其最终被警方抓获 博朗宁M1910手枪 俗称 花口鹿子事后检查这支M1910手枪时发现发现 这个称为西安黑道扛靶子的家伙 用无突原64式手枪弹 代替半突原7.65毫米弹药 而导致入藏过身无法激发 据说当初设计64式手枪弹的初衷之一 便是让敌人无法使用缴获的弹药杀伤我方人员 因此保住了这位警察一命 从左往右 64式手枪弹 51式手枪弹 56式部鸡弹 18.4毫米杀伤弹 64式手枪虽然做工良心 射击小巧 但也存在一些人机工程上的问题 为了减少体积便于携带 64式手枪取消了止拖的设计 且枪弹延伸部分过短 导致体态卑武的警察叔叔 在持枪时 可能还得翘起兰花指 一不小心虎口还会被后座的套筒咬上一口 即便女警员射击时握霸 都显有些小儿出于弹霞寿命的考虑 64式手枪 7发容量的弹霞中 往往只会装入5发弹药 再加上必要的鸣枪试井 消耗2发左右弹药后 便只有3 4发子弹可能用以射击敌人 所以对于停止作用的追求 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究竟何为停止作用 所谓停止作用 指的是子弹命中有生目标后 令其丧失行动或反抗能力的作用 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越短 一款枪和其对应子弹的停止作用就越好 手枪弹强大空枪作用也就是人停 而非弹平 故此也不能将新撤离和停止作用 两相对立起来 当子弹进入人体之后 高压气体 弹头的翻滚和破碎 都会在肌肉组织中形成空枪 瞬间空枪的直径将达到子弹口径的 二三十倍以上 左轮手枪水下射击都能造成巨大的空枪 除了直接击中骨骼造成行动力丧失外 空枪的瞬间扩张将造成肌肉的麻痹和静卵 即使阴弹性恢复后 也会形成永久性空枪导致体内大量出血 然而单纯的物理杀伤有时候停止作用并不理想 而例如枪口动能 低的六十四式手枪 有时候却会有十分不错的停止作用 要知道 就算动能低如小杂炮 那也对人体能造成不小的杀伤 所以 在2007年的这次抓捕行动中 嫌犯在面对围捕时很有可能 处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 而那颗奇迹般的子弹不仅打中了他的屁股 还和只毛衣一样穿下了四个孔 身体上的大量出血和精神上的崩溃 最终造就了小杂炮 在此次事件中如此高效的停止作用 2018军迷的大型线下聚会军舞嘉年华 将于9月22日在北京举行 我们为你还原二战军营真实场景 并打造国内首场军事音乐节 活动详情及购票方式 请打开微信 搜索公众号军舞优选即可获取 比赛大型军事音乐节 力量